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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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把奖励拿出 我們有一篇文章還沒講 就是那個 我們的中國農曆年那篇文章 我們現在老師會講 然後講之前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老師的文法奖励裡面 就是講到我們一些巨型結構 然後第一篇就是講到句子的基本結構 然後這個句子的基本結構 是最簡單的句型 句型 我們先看第一個句型就是很簡單 通常怎樣才可以成為一個句子 很簡單 主詞加動詞 主詞加動詞就可以成為一個句子 比如說很簡單 狗在怎樣 在叫 所以這個bug 是狗廢的意思 狗在叫 第二個 just mind 傑克微笑 傑克在笑 所以這兩個你可以發現 完全不用接任何的授詞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句子的基本結構 最簡單的就是主詞加動詞 再來第二種句型 看一下喔 好 配合句型就是se加se就是我們的主詞 然後這個不完全覆記 再加一個補語 我們看一下 這個我們常常發現 比如說 reading is appraisal 讀書是一種樂趣 對不對 所以主詞裡加 reading 動詞裡加 appraisal就是我們的主詞不語 好 第二個 the movie was good 主詞這邊 我們動詞是was 然後good就是主詞不語 那老師請問你這個會不會拿掉 不行 因為他必須有一個不語 然後來可以形成一個句子的結構 好第三個就是我們所謂的linked verb 這我講過unpin 就是連綴動詞 然後連綴動詞 然後連綴動詞 我們有分為三大類 一般來講 我們看一下喔 好來第一類的話 你看一下就是表示在 或是是的什麼意思 第一個remain prove keep continue stay 我們就直接看一下例句就很清楚了 看第一個例句 the news proves correct 你看一下我們連綴動詞有什麼特性 記不記得老師講 一般來講是感官動詞五個 後面一定要接形容詞當服務 所以你看這個 一般我們都認為說 老師這個字不是動詞 那動詞就是用複詞來說是他錯 因為它是叫做linked verb 連綴動詞 所以它的特性就是要接形容詞當服務 所以你看這個新聞證實的是正確的 所以這邊我不可以用複詞 不要用形容詞correct 好第二個就是我們常講的 become 如果變成成為或變成的意思 還有growth turn get go run 這些come 都發現這幾個 但是也有別的意思 但是他們假設如果都變成成為的意思 後面一樣也要接形容詞當服務 所以看第一個片 his dream has come true 夢想成真 對不對 所以看這個看也是一樣會說 come它不是一般動詞 那後面就用複詞來順順發 大家講過這時候我們的come當作什麼意思 變成成為 所以這是一個連綴動詞 所以這個true就是用形容詞表示 所以這邊你用true就是錯了 好來第二個例子 marry has gone mad 馬力已經發瘋了 嘻笑 一樣的這個come也是變成become的意思 所以發瘋了 我們這邊用mad形容詞 你不可以用ly 好第三個就是一般我們上課 上個學期異常在出現的 所謂的感官動詞 這幾個 好來看一下 來這幾個你看 第一個seek or live look sound smell taste feel 你可以發現這些翻成這種意思 有什麼什麼起來 好像第一個看起來 第二個聽起來 這個上老師講過這個字比較特殊 sound 一般當作的名詞解釋是聲音 聲音但是我們這邊當作連最後什麼意思 我們怎麼翻聽起來 好然後這個字還可以當行動詞什麼意思 健全的 我們說我們台灣有一個非常健全的健跑體制 所以這個上文用法很多 但我們這邊是當作連罪動詞 就換作聽起來 好第三個就是你的鼻子 混起來怎麼樣 我們用smail 好第四個是嘴巴 味道藏起來只能用test 第五個手摸起來怎麼樣 用fear 所以你看一下這幾個一樣的 我們後面要接行動詞當故意 所以看第一個他看起來有夠生氣 hear is angry 你看一下 angry 那一樣的 他是動詞 但是他是連罪動詞 所以這時候必須用使用詞 來當作故意 不可以用負詞 好第二題你看 it seems so good 書看起來一切都還不錯 這時候我不可以用負詞 只能用使用詞 good 只是講到連罪動詞 我們西西最喜歡考這一組 最喜歡考這一組 看起來好漂亮 我們用look so beautiful 你不可以用look so beautiful 這一組 好第三個就是最常 一般我們最常看到的句子就是 我們常講 主持有一個動詞 後面一定要接一個受詞 你沒有接受詞 就是不可以成為一個句子 好比如像第一個 第一個例句我們怎麼翻呢 來he collect stamp 你可以把stamp拿掉嗎 不行 你把那個怎麼樣的 郵票拿掉 什麼意思 他收集 收集什麼東西 後面一定要接受詞了 所以這個動詞我們叫做完全極物動詞 所以他什麼意思 他極有啦 極有就是 collect stamp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如果受詞拿掉 哇不構成文法的結構 好第二個heurist也是一樣 你如果把那個不可拿掉 這個句子不可以成立為什麼 他讀什麼 讀一本書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一個受詞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最常看到的 好啦再來看一下這個比較難 我們這個叫做呢s-v-o-o-o-c 好就是我們這個受詞 再這個受詞鼓語 我們直接看一句就很清楚 來第一個例句 the teacher consider my brother a genius 所以第一個你這樣 consider 好這是不完全幾乎動詞 所以你看第二個他接受詞 就是my brother 受詞鼓語 a genius 所以一樣的 consider 會不會如果接受詞之外 你還要做一個鼓語 否則這個句子不會成立 所以你看怎麼辦呢 老師認為我的哥哥是一個天才 當然講過brother你可以這樣搬 弟弟哥哥都可以 那如果你要嚴格區分 哥哥叫做什麼 永哥brother 弟弟叫young哥brother 好第二個也是一樣 因為appointing manager 他們任命他當做經理也是一樣 我如果把manager拿掉 這個句子也不太對 最重句名叫做s-v-o-o-c 我記得以前高中的時候 老師會把句子寫出來 然後叫我分析說是什麼句型結構 就是最基本的 因為我本法最基本的概念就是 要把這些結構弄清楚 好這個我們考過了 什麼叫受詞動詞 就是一定要接兩個受詞 你的西式最喜歡考的在這裡 好通常呢主詞 有一個受詞動詞 那什麼我老師講過 IO就是直接受詞 通常是東西 通常是東西物 好再來接DEO 就是直接受詞 我們直接看那句就很清楚 你看第一個 Gin bought married a parent 我們說Gin幫Mary買一個禮物 對不對 好那我可以怎麼帶換他 你看這是老師問你 Mary跟a present 哪一個是直接 哪一個是間接受詞 我講過 只要是物品 都是屬於直接受詞 所以看這個句子的結構 瑪莉是什麼 直接受詞 間接受詞是人 對不對 所以present是禮物 是直接受詞 你可以這樣講 Gin bought a present for Mary 好 Gin呢替這個瑪莉呢 為了這個瑪莉 買了一個禮物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講到說 有一組 我們通常會用貨連在一起 有一組是用to 等下就是會考這個東西 好 第二個我們看用for 常用for的建議是有哪些 來 裁縫師做了一套衣服給John 等於說為了John做了一套衣服 好 我們今天做衣服也是用MAD 來這個單字畫起來Tailer Tailer什麼意思 裁縫師 裁縫師 好 我們可以等於什麼呢 The tailor made a suit for John 來 什麼叫SUIT 來這個單字老師要解釋一下 男生是指西裝 女生是指套裝 當然女生的套裝就是 你可以上衣搭配裙子 或是上衣搭配褲子 反正就是一套的 所以這個單字再講一次 suit就是 這個我們考題有考過 出現在那個Tailer上 所以我們講說呢 我們今天做一套西裝 男生就搬做西裝 女生就是套裝 套裝 好 所以這位老師就列出來 來 壽云共識一般 最常看到就是有接to接for 通常接to的有哪些 就是有給的意思 像give land brief sell right teach pass give就是給 land是借東西給誰 brief就帶東西給誰 sell 這個賣東西給誰 right 寫信給某人 teach 教什麼 比如說他是教英文 在哪裡教英文 用teach pass就是傳東西 這邊不要翻做通過 這個pass我們考過就是 欸馬勒請你把鹽巴遞給我 對 用傳遞給誰 我用這個字pass 所以看這些的東西 如果你用直接受詞 直接受詞寫出來的話 我們配對的接詞是用to 所以看這個例子 she wrote me a later 你看下面 she wrote a later to me 他寫了一封信給我 所以通常to就是有直接給的意思 好 直接給的意思 好 再來第二組就是我們剛才講過 用負的有哪些 就為了什麼事情用負 來 you buy 買東西 make這邊翻做 比如做蛋糕 做衣服 好 第三個lip 離開或是前往 第四個cho選擇 好 第五個order 訂購東西 第二個唱歌 替誰唱歌 所以我們看一下第一題 他替我唱一條歌 你可以這樣講 she said a song for me 當然你可以怎樣 好 你直接把直接壽詞跟直接壽詞位置調換 she said me a song 但我講過 因為所有動詞的特性 絕對要記錯 他一定要是接兩個壽詞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們如果把直接壽詞 放在這個所有動詞的後面 後面要多一個記憶詞來補 來補 來補 我們用off的長考 只有這個 考試只有考這個 ask 絕對是用off 所以你看這題 他問我一個問題 怎麼辦 she asked a question 不用off 不可以用不 不可以用for 所以這個比較高拐 好 再來 第四個 用at來看一下 我們這兩個把他看一下 好 通常呢 我們srow 如果今天當作送於動詞解釋 我們配對 繼續使用at 先看這個例子 這個玩品的男孩 好像鳥丟石頭 你看 the naughty boy srow the bird a stone 你可以變成 the naughty boy srow a stone at the bird 朝向什麼 去丟的東西 所以我們建議使用 配對是用at 還有這個單字 noty什麼意思 很頑皮的 很頑皮的 叫noty 好 再來我們看srow的過去 是跟過去分手 s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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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第五組 你常常用against有哪些 我們看一下bea 我們這邊怎麼翻 就是心裡fighter什麼東西 我們用bear 然後通常我們是用against 因為通常again這個禁止 就是有跟神訓抵抗反對 比如說我跟你 我要跟你打架 我跟你反抗 I fight again with against you again就是有跟人家抵抗的意思 所以看這邊 the thief bears the policeman a garage 什麼叫grudge 就是懷客 那個這個小偷 所以這個bear 是龍忍的意思 龍忍 這個小偷對這個警察懷恨戰心 所以你可以這樣講 the thief bears a grudge against the policeman 你有講過 你是有仇恨不肯是友善的 是一定是不好的成犯在裡面 所以對誰有發生仇恨的現象 不用這個計劑是against的 當然講過這個是最比較不會靠 非常靠就是上面2跟4的配對 好這一個是用up 爽 playpad意思就是玩 比如說你打籃球 玩任何一種樂器 我們用play 但小心 如果這邊play是當作呢 耍什麼的手段 我們就配個用up 所以看這個計劑 the rascal play the girl a mean trick 來這邊有兩個東西要講 流氓怎麼講 流氓 流氓 對不對 英文叫rascal 也可以用一個叫gast 代徒 g-a-n-s-t-e-r 代徒 好再來呢 命我講過這個單字呢 他如果當作形容詞是不好的意思 baby笑容 龜龜無恥 所以你看這邊怎麼辦 baby的手段 但我講過如果今天罵人家 you are so me 有什麼意思 you are so me 對 都是不好的 就是說你很小氣 小氣鬼 對不對 從來不請客都是吃人家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命呢 基本上就是比較負面的形容詞 如果當形容詞是負面的 好所以這句子還沒講完 我們可以把直接受詞呢 放在所有動詞後面 我們要配就用邁格基因詞 我們必須用r 所以這邊可能講了 the rest of play a metric on the girl 所以呢 這是有關一般所有動詞的講法 好 所以請同學我們翻到我們的講義 最後一篇 好 我們講過通常我們西線的考評呢 最後兩篇文章就是沒有圖片 也沒有短文 但是他不會考太難 我們像這邊考了什麼東西 我們複習一下我們講說呢 我們台灣或中國的四大節慶 他都會考很喜歡考 第一篇很喜歡考 Chinese New Year 好我們照順序來 第二個咧 這是農曆年嘛 因為多一個Chinese就是農曆年齁 對然後第二個節慶是什麼 而且我們的節慶都是跟農曆有關係的 原宵節 有沒有 原宵節什麼時候 農曆的一月樹 所以原宵節怎麼講 The late-term basketball 這個就是阿拉丁那個拉丁 對的就是登大馬丁 好第三個什麼節日來 你看 剛剛你們春家剛過完 春家放什麼節慶 你們都忘記了 只是Spring Break 不對喔 我們的Spring Break 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節慶就是 清明節 清明節 英文怎麼翻 來掃墓嘛對不對 好 大師老師如果你喔 我那天看過氣象局講 所謂的清明節是根據什麼來定 而且它一定落在4月4號到4月6號之間 就是看一年的節慶 然後他講說今年的節慶剛好是落在4月4號 但是他通常講 一般來講就是4月5號 所以你看今年就只有放到4月4號 為什麼 因為今年的清明節 它是落在4月4號 所以他那個清明節會改喔 可能會4月5號 通反正就三天 4月4號到4月5號這三天就叫清明節 所以你看清明節英文怎麼講 就是你要去掃墓嘛 要掃墓 叫Sweeping Truth Festival 當然這個節慶你可以用BAY都可以 我講過 對 好 再來就是下次我們要放的節慶 什麼節慶來 農曆 農曆的5月5號 他也叫做農曆 國也叫做端午節 好 所以端午節英文怎麼講呢 端午節要講 要把龍舟嘛 把龍舟 把龍舟的Dragon 對 Bot 三四個路 龍舟就是Dragon Ball Dragon Ball 華龍舟 什麼問題 這是第四個節慶 那個端午節 再來 再來就是下一集的事情 可能是如果在我們的暑假裡面 叫什麼節慶 中秋節 好 所以中秋節怎麼講呢 我把它唱得非常好吃 對 中秋節來 對很好 Mini Autumn Festival 好 這是一般啦 我們台灣的節慶大概就是這五大類 這是第五個 這是第1個 好 所以我們不要說呢 這五個節慶就是我們的文章常會考的 好 所以看一下來 我們這邊文章是考什麼 第一段 第一段就出現 Chinese New Year 考什麼 新年 而且是農曆年 我在講一次 我在講一次 我剛才講 第一個就是現在講的Chinese New Year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元宵節 農曆十五號 一月十五號 第三個就是剛過完的清明節 第四個是端午節 最後一個就是中秋節 這是我們台灣跟中國的五大節慶 好 所以講喔 你們告訴我考試不用怕 因為它這邊只有兩篇短文 而且我們班A級一定會寫完 嘿 所以呢 不用怕 絕對會寫完 那你看一下這篇文章 我講過 你預告文章很長的東西 不要怕 你先看一下 題目問什麼 我們先看一下 試試題它問什麼題目 來 What would be a good title for this passage 俗教開始期 笨文 好 所以我們這篇文章 應該給你怎麼樣 最適合的名稱 最適合的稱呼 最適合的牌頭 對 主題應該是給它下什麼定義 好 是第一個要問的喔 好 第四十五題 我們說呢 今天去迪化街玩的時候 Can跟他的朋友 做了很多的活動 除了什麼之外 所以呢 其實這邊可以先一些 因為有時候 我們這些考題是要嘗試去判斷 你去迪化街 這三樣的活動 哪一個不會做 Exact就是除了什麼之外 對不對 就是不可以包括在迪化街裡面的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喔 buying thing 對一定會去買東西 我們今天要去迪化街 大家會知道什麼是迪化街 北有迪化街 南有山峰中間 好 就是賣那個年貨 賣一些年貨的東西 所以一定會去買東西 好 第二個答案呢 triumph很重要 什麼叫triumph 試吃啦 試吃 好 一定會吧 對不對 因為沒有試吃誰會買 對不對 好 第三個 praying game 你去迪化街會打電動 這個不可能 除了一次游了一場 去保護公司又會哭 所以第三個 應該就是答案 我們看到第四個答案 Walking the street 你要在街上走 沒有錯 你去迪化街 奧特地可以 對不對 所以只能用兩隻腳走路 好 先老師問你喔 我今天走路來上課怎麼辦 嘿 我們有考過 有一組的交通工具 用什麼 比如說我們最簡單的 來 他每天騎車 好 騎腳踏車來上課 那怎麼講 來 約翰好了 將 是怎麼樣 蛤 四吃吧 喔 四吃四川 對 我就想到四吃 對不起 好 四吃啦 四吃 對很好 我們現在要講 我們今天呢 欸 考過NBA 如果我們今天這樣子喔 後面用搭乘 叫做任何工具 我們是用接一次 by 我們可以等你 你可以這樣 好 如果用動詞的表示呢 我們今天搭乘任何工具 用tech 為什麼 我們講過 七歲一定有一題考題是考動詞的用法 那我們的考題是考說爸爸今天下午要帶他兒子去看 去中文園玩對不對 所以帶著我們用tech來小心喔 我們tech很多意思 像我現在黑板上寫這個句就是搭乘任何工具 好 所以你有兩種寫法 你可以講說 Jung test bus to go to school 第一個你可以這樣講 不是bus 我可以從tech 怎麼樣 take a bite 來 腳踏車 腳踏車 Jung go to school by bite 你有兩種寫法 你如果我們今天是放在巨尾的話 搭乘任何一種工具用by 那我用動詞表示法 你用tech 好 我們現在複習一下 我們台灣到底有哪些大眾運輸系統 來 我這邊可以改喔 來第一個 搭火車嘛 對不對 by train 全部都用by喔 好 第二個 大家剛才講巴士公車 好 第三個 有 如果也是高雄人跟台北人會搭什麼 捷運去上班跟上課 所以捷運英文怎麼講 欸 尚會寫講過了 都忘記了 but n r t 那講過是哪三個字的縮寫呢 mass rapid transit mass 那就是大量的 而且是快速的交通工具 好 再來就是我們台灣足以為傲的高鐵 所以高鐵怎麼講來 像你這樣 好 高鐵的三個字 很高速的鐵路就是高鐵 所以我們高鐵簡稱為HSR 所以你只要是任何交通工具的話 我們用一個建議死敗是放在巨尾 好 所以再講一次喔 抹車 公車 還有捷運 最後一個就是高鐵 還有什麼 應該等了 對對對 我們台灣大概這四種交通工具 好 還沒有完喔 但是來課題 課本這一題是walk the streets 我今天是走路來上課 不可以用bar用哪一個 我把它改掉 我今天是用走路來 因為它是每天走路來上課 來小心我用on foot 好 注意喔 所以今天走路的話呢 同學說on foot不是單純 應該用fit 它是固定的片語 所以用單數表示 就是表示走路 所以我這邊怎麼辦 變成walk 所以on foot 就等一個幹字喔 走路 walk 好 所以這是剛才講到 WLK 所以我們講說呢 搭乘任何的交通工具 都是用by 是用take 唯獨走路這個東西 要用on foot on foot 好 四四六題的題目 from this passage what can we know about kang and his friends visit to D-Warsley 我們講說從這邊本文當中 我們可以知道 他們kang跟他的朋友 他們為什麼要去拜訪梨花街 為什麼要去梨花街玩 這等一下再講 所以我們看整片文章 但我講過它稍微比較難 因為它是對放在我們的整個文 整個的考題當中的最後兩篇文章 就是其中一篇一定會跟我們節慶有關係 好我們看回到我們的文章 來第一句 A few days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Can invite to Australian France to visit Taipei's D-Warsley with him 好你不用怕 如果遇到中有名詞的話 我們是國興來的 他一定會用中文旁邊給你解釋 所以你突然間看到什麼叫D-Warsley 什麼東西 D-Warsley 所以看到這個東西就有譜了 我們大概就要介紹D-Warsley 它的概況 好還沒講完 他說呢 A few days before 什麼時候 中國農林的前幾天 好我們的主持出來了 誰 Can Can邀請了兩位 來注意 什麼叫做Australian 我常常在搞混 請問是澳地利人還是澳洲人 這個單字 來 沒關係要有點搞混喔 我先跟你講答案 Australian 我先把N拿掉 Australian就是澳大利亞 就簡稱為澳洲 但是還有一個在澳洲的國家叫什麼 Australian 澳地利 有沒有 這兩個他會搞混 美國會搞混說 欸要去澳地利看袋鼠 不對 要去澳洲看袋鼠 但我們課本這邊是指澳洲 就是澳大利亞 Australian 好我們說呢 Can跟他兩位澳洲的朋友 要去哪裡呢 要去台北的迪化街呢 玩 對不對 好跟誰去玩 用with 沒問題 好再來喔 Upon arriving there His companies were amazed at how crowded and the noise it was 好 到達了迪化街之後呢 哇他的同伴 來company 畫起來 欸我可以考代話呢 同伴用什麼 就是你的朋友啦 好 company是用companion 你也可以用company 這個公責單字 好 再來 朋友 friend 好 po 什麼意思 以前喔 你們現在沒有遊行 以前那個年代喔 沒有什麼網路 我們都會寫信 所以我們所謂的painpo 筆友 所以這個po呢 也可以當作好朋友 好這幾個 好 所以你把它代換喔 欸有時候我們 因為留學院當中 他會揪出一個單字出來 好 好 請你找出他相似此個單字 好 所以這個companion 就是我們的同伴 好 可以等於company friend跟po p-a-l 好 我寫好一點 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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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現在不叫p-a-l 叫什麼有 網友 所以這個pain要把它改什麼 internet或是檢測文內 好 好 我們看一下喔 欸到達平花街之後呢 他呢 騙了兩個澳洲朋友們 就很驚訝 平花街是好吵雜跟很擁擠 因為二國人真的沒看過 像類似這種 我們台灣這種傳統的東西 比如像 所以他們很喜歡來去夜視光 很喜歡去大賣場掛 很喜歡去迪花街這種 就是很local culture的東西 所以老師要補充 像迪花街三夢中街這種 我就是一個local culture 我們在地文化 在地文化 就是本土文化 你可以這樣講 Local就是在地的 我們除了通常會接culture之外 還會接 比如當地老百姓怎麼講 Local people 對 當地老百姓 對 然後在地文化 就local culture 像很多外國人 很喜歡來台南網 為什麼老師 我們講一下 台南有什麼東西 好多的文化歷史古蹟 很多的小吃 所以老師可以叫你們做簡報 請你能揪助我們台南市的英文簡報 很有名的風光地點 就是remate 歷史的遺跡 跟snake 住的小吃 對不對 好 這還沒講完 你看他們很驚訝什麼事情 對什麼很感到驚訝 我們當然可以最簡單用 be surprise at 當然我們這樣會是用be or message 可以 對什麼感到很驚訝 反正不管用什麼 我們建立詞都是用at be surprise at 而且小心我們用被動表示 驚訝 驚訝 讚嘆 嘆為觀止 所以我們講說外國人不只是美國人 歐洲人只要是外國人他們對 像我們說night market 這種夜市這個東西他會surprise 像迪化街他們覺得說 欸美國澳洲從來沒有這種東西 就說呢 大排街頭兩條街道都沒有摩托車可以記錄 然後都是賣一些就是乾貨 我們所謂的年貨乾貨的東西 他們就會感到很驚訝 好再來看一下 How cloudy and noise 這邊是不是當作疑問是感嘆 多麼的 他們兩個澳洲朋友就會覺得說 哇天啊 迪化街頭好擁擠喔 已經很吵雜 來那個單字畫起來 cloudy就是人口很多 就是很擁擠 行動詞 好再來很吵雜 noise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單字行動詞了 所以我們今天製造造音音 會是怎麼講 make a noise 好這個耳有時候會把它拿掉 make a noise 製造造音 好製造造音 好再我們看一下 那到底呢 迪化街呢賣什麼東西 就是這篇文章的精華所在 好一般呢 我們如果跟阿多巴介紹 我們一般迪化街 設方中間賣什麼東西 欸我們這邊可以套用 好我們看一下囉 In front of every shop Wateros overbring with candy dry fish watermelon seeds 好我們先到這邊 我們說呢 什麼叫in front of 在誰的前面 我們說呢 在整個我們小小攤位的前面 用in front of 好的 pin畫起來 be overbring with 沖滿 我們就等be fear with 打畫起來 我們這邊是寫word 好 好 靈畫街的桌子前面擺滿什麼東西 攤位前面擺滿什麼東西 攤位前面擺滿什麼東西 所以具體的老師其中很會考一題好 來 小販的攤位英文怎麼講 bender with dough 所以這個table就等於stow啦 攤位 攤位前面擺滿什麼東西呢 我們用這個pin喔 我們現在基本是用be overflowing with overflowing with就是流出來好 滿到溢出來 但你可以很簡單等於bill with 或等於bill with 就充滿到處 好 魚花街賣什麼呢 就是第一個賣年貨 第一個畫起來糖果candy okay 第一個畫起來什麼 dry fish 小魚乾 就是魚乾 對 把魚給曬乾 叫魚乾 好 第三個 欸我們過年過節一定會吃的東西是嗎 叫做watermenaceae 西瓜裡面的種子就是瓜子啦 瓜子 那中間說未必是西瓜 現在要什麼東西 黃金屬 很喜歡吃的 向日葵種子對不對 阿姆泰郎 所以來 我們如果今天是瓜子 它是向日葵種子怎麼辦 我們就把西瓜拿掉 那請問向日葵一文怎麼講 向日葵 sumbrow sumbrow 好 所以我們現在吃的瓜子有兩種 像課本講的watermenaceae 應該是外表是黑色的 好就是因為西瓜 投掉之後把那個曬開來 那個是黑色的 然後另外一種是灰色的 就是sumbrow 就是向日葵的種子 所以我們今天吃的瓜子有兩種種類 好 然後課本來強調我們現在的年會就是糖果 魚乾 還有瓜子 它有強調 every kind of good public at the Chinese New Year 這三樣東西可以說是過年的應景食物 所以這個public是很受患就是應景啦 就是過年的話我們台灣人習慣 就要吃這三種東西 好 那還沒有完喔 然後呢我們的滴花機還賣什麼東西 我們看下來喔 好 industry vandal is selling snake and the new year declaration compared with one another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cashback 好我們先看慢慢的來 因為這個句子也很常來 第一個我們剛才講過 vandal 小販 對不對小販 好就是攤販好 來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在滴花這個街道裡面呢 我們小販賣什麼東西 來第一個 snack 點心 除了點心包括糖果啦 還有一些老師問你蜜餡 蜜餡英文怎麼講 蜜餡 一般女生超喜歡吃蜜餡 男生也會啦對不對 蜜餡啦 你要跟阿東要介紹 我們南部的特產 芒果乾蜜餡 那個蜜餡怎麼講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單詞好不好 對蜜餡 preserve 保留 然後這個是當作名詞解釋要加 S就是蜜餡 就是它這個東西是經過處理的 加工的 所以保留那個東西就是蜜餡 所以這個單詞就是蜜餡 preserves 好不如這 好所以我們講喔 我們的這些小販賣的點心 包括其他的那種什麼糖果啦 還有什麼東西呢 魚乾 還有呢 瓜子 還有賣什麼東西呢 New Year Decoration 什麼叫New Year Decoration 過年的裝飾品 所以那個Decoration畫起來 這個單詞是名詞喔 我們先看它動詞怎麼辦 動詞是Decorate 好 Decorate 是動詞 那我們名詞 動詞就是裝飾 那我們名詞是過年的裝飾品 很簡單 像春蓮 有沒有 還有什麼東西 什麼水仙花 對不對 我們過年印記會擺一些通摘 對不對 這個就是裝飾品 好 他們這些小販賣彼此競爭 為什麼 因為財販只有不是只有 我去打 很多打 對不對 所以彼此競爭來畫起來 我們用哪個單詞 complete 好 我要講的這次後面的one another 為什麼 很重要 來 好 好 我們把這些喔 看一下喔 我們用的講法喔 如果有兩樣東西 或是兩樣喔 一個怎麼樣 另外一個怎麼樣 我怎麼講喔 欸 我有兩個孩子 來 一個很喜歡打籃球 另外一個很喜歡游泳 那這時候你怎麼去做比較 來一個怎麼樣 另外一個怎麼樣 只有兩個人而已喔 我們用one 第一個用one 第二個用the other 然後第二個就是很多東西一些怎麼樣 剩下一些怎麼樣 比如說我們調染人 有一些人喜歡去逛夜市 另外一些人喜歡去逛百貨公司 所以如果人群超過兩個人以上 你可以用some 跟the others 對 第三個 這組one就是眾多三個啦 三個以上 也可以用one another 我這一個團體怎麼樣 另外一個團體怎麼樣 所以我就是沒有特別指定的話 你可以用one another 通常會考試考這個東西來 第一個最喜歡考 只有兩個我們怎麼表示 一個就是one 另外一個就是the other 第二個考題會出現說 你看到如果有看到some 絕對後面有the others 一定要加s 一些怎麼樣 另外一些怎麼樣 好 這樣我們看到課本講的 這兩個都是彼此 那有什麼差別 這個each other 是只有兩個人的彼此 嚥格講 兩個人的彼此 互相 兩個人的互相 好 再來one another 就表示三個人以上的彼此 好 所以看一下了 因為我們的淋化精的攤販 不可能只有兩個 對 所以如果只有兩個 當然用each other 但是它其實是超過三個以上 所以攤販們彼此競爭 你必須用三個以上的彼此互相 必須用one another 所以我說這邊考著你可以說很多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把它故意拿掉 我這compete with讓你填 你要填什麼 你就必須要填one another 因為它的攤販不是只有兩個 今天做兩個人的話 你當然用each other 好 攤販彼此競爭 這個to就是等於定音order to 為了吸引誰的注意 來一個單字畫起來 passer by 很重要 客人 觀光客 你看到嗎 p-a-s-s-e-r-s-b-y 就是觀光客 這個單字超人的 passers by 一般來講 觀客怎麼講到tourist 好 還沒講完囉 我們說呢 他們彼此競爭是為了 所以這個to 小心 等於1 order to 好 吸引觀光客的注意 所以passer by 你可以換作路人 對不對 經過的人嘛 從你旁邊經過的路人 但我們這邊是可以講說觀光客 好 tourist 好 記得要加s 因為它前面有passer spot 有沒有記得 前面有加s 所以我們今天路人 你可以講passer spot 你可以講 這個是指觀光客 還有一個單子來 我們考過 飛機上搭乘運輸工具的乘客 英文怎麼講 跟這個字很像 記不記得 GASP開頭的 passer jet 好 好 那我們課本那個單子是路人 路人 就過路人 好 這幾個單子呢 把它通通把它記一下 我們第一個 我們在講到的時候 我們的迪化街呢 兩邊的攤販彼此競爭 賣了什麼呢 賣了點心 還有賣了一些過年的裝飾品 為了目的就是要吸引過路人的注意 好 所以你看 這個to就等於in order to 好 這樣我們課本的passer spot 就等於tourist 好 啊補充這個單子就是一般 做任何商工具 我們叫做passenger 就是乘客 好 乘客 好 所以我們到這邊呢 稍微停堆一下那個問題 好 所以剛過去為止 我們知道這篇文章講說 就是Kent 跟他兩個澳洲來的朋友 他們今天呢 在忽連之前 他們去逛迪化街 好 然後這兩個呢 那兩個朋友就覺得迪化街呢 看到什麼東西很驚訝 為什麼 很吵雜 而且呢 好擁擠 好 那都還賣什麼東西呢 迪化街都賣年貨 糖果 瓜子 還有魚乾 好 所以我們看小胖的彼此競爭 為什麼 就是要吸引過路人的注意 好 接下來喔 Join the crowd Kent and his friends men will away slowly up the street and the land back again 好我們先慢慢來一個這個競爭 你可以發現喔 通常或放在或兩邊文章的句子又夠長 好我們就慢慢把它拆好 我們看一下 Twin the crowd 他們加入人群的行列 好用動名詞當主詞喔 加入人群的行列 好 所以這個the crowd等一個單字 people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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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嘛 好這個單字 基本上我們剛才講喔 這個單字如果加印度就是很擁擠 那我把印定拿在就是人 一般的老百姓 people 好我們看下來喔 有個片化起來 make one way slowly up 慢慢的擠進去 慢慢的走進去 為什麼 你根本不用走啊 因為人那麼多喔 所以你知道以前路客多的時候怎麼樣 老師去逛六月市 你都不用走 因為外面路客就幫你一直推一直推 這個意思喔 嘿 所以他這兩個澳洲朋友 就覺得很驚訝喔 對不對 為什麼他們現在加入人群的行列 他都不用走 外面的老百姓 不是外面老百姓 後面的乘客就慢慢把他推 往前推 往前推 所以看一下喔 加入人群的行列 Cam 跟兩個朋友 他們就慢慢走 就是被推到這個街道當中 然後他們就來回走動 因為你不可能只有看一個攤位 你會來回走動 所以看有一個back again 來回走動 來後面又很重要 starting occasionally to make a purchase of sample of food 他們偶爾會聽下來 occasionally畫起來 就是偶爾 sometimes 所以老師要問你喔 這個單子我可以等於sometimes 偶爾 記不記得這是什麼東西? 頻率負詞 我們考過 頻率負詞 他的位置要放在一般動詞的起面 以及並動詞的後面 所以這個就是很明顯的 來我們看一下 sometimes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他會等一下想說幹嘛 來畫起來 我們今天買東西喔 你當然可以用個單字代替 fine 就這麼簡單 好 你也可以用我們課本這個片畫起來 make a purchase 好 這個單子呢 purchase本身可以當作動詞跟名詞解釋 就是採買 好 他們呢 can跟他兩個澳洲朋友 他們被整個人群這樣向前去擠 但是他們會來回走動 為了什麼事情很簡單 偶爾就會去採買 好 第二個很重要就是剛才老師講的try food 試吃 試吃的另一種講法就是sample the food 好 這個是我剛剛動詞解釋 好 就等於剛才老師寫的try food 欸這是逛平的話 記得很好的樂趣喔 每個攤位 我們都可以去sample the food 可以try food 都可以去試吃 喜歡再買對不對 好 當然講過今年的三方中間的攤販 就有話講 他說生意很慘 為什麼 發現經濟不緊急啊 很多那個觀光客去逛 逛那個三方中間 只有試吃部才買 好 所以今天三方中間的生意很慘淡 你發現人群很多 但是這些人群不是要買 都是試吃 都是試吃 但是我講啦 我們中國很多很客氣啊 通常為什麼要有試吃呢 你通常人家試試吃之後呢 你會怎麼樣 你要去買 你也覺得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人家試吃好事你就會去買 人家都會這樣子 好 所以再講一次喔 我們看我們這邊sample 本來是什麼意思 simple本來是樣本 對不對 但我們這邊當作動詞解釋 把樣本拿起來藏 我們就是試吃 就是試吃 好 所以這邊老師再強調一次喔 來第一個單字呢 occasionally 偶爾 就等於sometimes to the food 好 第二個要注意就是 我們今天採買用了個動詞 用pain make or purchase 就等於這個單字 buy這麼簡單 buy 好第三個試吃很重要的講法就是 你可以用sample的 如果不是tri food 好 tri food 好 結尾 好 when they had finished their tour all three would apply and hangy 我們先到這邊囉 我們說呢 當呢怎樣呢 他們的整個行程結束之後 三個人都是非常的疲憊 好 所以看一下啦 我用什麼時態 這邊有個時態很難 head finished 什麼時態來 我知道 這個時態蠻難的 因為我們很少看到這個時態 好 過去完成 好 所以過去完成式的功勢怎麼樣 我們又給你用head 接上過去分詞 好 所以這邊發現到一個很難的時態 叫做過去完成 好 他們的這趟旅途結束完之後呢 三個都感到非常的疲憊 好 有個東西畫起來 yet 你看到yet 絕對有考慮喔 因為yet 有一點類似but 然而 嘿 所以你看到呢 文章只要有看到閱讀跟經理 聽到yet 跟but 後面絕對是重點 然而 然而什麼事情呢 前面強調很疲倦 但是happy 很快樂 真的 最後一題的可能就在這邊 三個夠完之後 有夠累 因為人很多 然後呢 可能空氣也不太好 就被擠來擠去 但是他們覺得很快樂 好 為什麼 因為他們這是一個非常難忘的 來到台灣過了就一年的經驗 所以看一下囉 Let the late head experience an exciting part of Chinese New Year 他們呢 雖然很平樂很快樂 什麼事情呢 已經體驗了我們中國隆寧年的 最刺激的那個部分 來個單字畫 Experience 你看 用過去完成喔 我們看這個單字 Experience 好 名字就是經驗 好 體驗什麼事情喔 欸 我們中國隆寧人最精彩的部分喔 因為民以食為天 所以中國人對過這個隆寧年一定會去採買年貨 所以他們就結束講說沒有錯 很疲憊 但是很高興 因為他們經歷了我們中國隆寧人最刺激的一部分 那又來了 exciting 老師講過喔 這個叫奇緒形容詞 若肩怎麼樣呢 這是事物 是東西 我們用主動 若肩是人當主持習慣 是用被動 比如說下 來我們看一下 最近台灣有一部電影 你不要去看目擊者 都是遊戲人最精熟的恐怖片 林安套兒子有進來的 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現在用奇緒形容詞表示 好來 這部電影本身很刺激 請問用Ing還是音樂 好這相調是喔 沒有意味的話 我們今天如果東西事物當主持 我們用主動 好所以這部電影本身很刺激 我們必須用Ing比好適合 這部電影好刺激 Exciting 好 滑滑光頭八 對不對 出來了沒 因八題 Excited 所以最近的片都是蠻刺激的 好再來看這個 我對這部電影感到很興奮 看完之後感到很興奮 你是因為看完電影感到很興奮 所以是悖昧搶嗎 所以用什麼 用被動 我們用被動 所以一個要exciting 我們體驗了我們中國榮麗年最刺激的一部分 我們當然是講東西 所以這個我們講說很刺激的一部分 主動用exciting 好,exciting 這邊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講過 這邊是考榮麗年 下次有可能什麼? 考元宵節 然後有機會講不要放天燈 對不對 好,再來講到我們說談到 先不要看題目 我們先看到 我們最近因為有很多環保議題 來,這兩個把它背一下 老師先講 好,最近很喜歡 我們最後兩篇文章當中 有一篇會考到環保議題 所以環保議題當中 我們來稍微解釋一下 到底有哪些單字要講的 好,echo,生態 對,生態 好,這個我們會談到綠能,green 好,那最喜歡考的是什麼? 議題老師問 全球軟化 所以這個單字論如果要背起來 全球軟化 好,全球軟化他就講到說 欸,我們現在呢 台灣也是跟進 這個gromber woman這一塊 腳步跟進 所以我們都一切都叫綠能化 什麼叫綠能呢? 欸,第一個 好,譬如說我們又 不要讓那個指報這麼多 所以老師問你 我們今天脆氧城鋪骨洞 平衡是哪個氣敵? 最主要 CO2 CO2 對不對 二氧化碳 所以現在各個廠商 我講過 我在上面也講過 Toyota最先發明一種叫什麼車子 Hybrid car 好,這個單字務必把它背起來 油、電、混合、車 Hybrid car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說 我們在一般的油 一般的車子是吃汽油 然後汽油的話 一定會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對不對 所以日本的Toyota 它就發明這種Hybrid car 什麼叫Hybrid car 就是呢 你在一定的濕度之下 它是吃電的 吃matelli 那如果超過一定濕度之外 才會怎麼樣 才會呢 吃油 所以通常Hybrid car 它在濕氣裡面有夠安靜 而且它不會排放二氧化碳 因為它是吃電的 吃電的 所以一般現在很多 我們都是在 赤補就是在智力這一塊 大家勸大家買車 不要買吃那個什麼 殘油吃9295的 就是要買這個油電混合車 當然講過 你只要掛上綠人都會很貴 所以油電混合車來講 都是百萬元車 有啦 你說台灣國產有 我們說哪一個 好像是Toyota的Corona 哪一口忘記了 它也是Primus 它是台灣最便宜的七十幾萬 大家講過一般來講 你要是一般的看到一個 Hybrid car都是滿貴的 那Hybrid car的特色 就是它的mark mark是藍色的 你們要上廁所可以去 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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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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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 還沒講完喔 除了我們有大量汽車 改用油電混合車之外 還有要幹嘛 brank 注意 縱數 縱數 因為當然 樹木跟我們剛好相反 植物跟我們相反 為什麼 我們人是吸氧氣 吐出二氧化碳 對不對 但是植物 幫我們的二氧化碳吸收 對 它吐出氧氣 所以可以達到A-cost balance 可以達到整個生態平衡 所以現在很多政府 鼓勵大家要縱數 好多縱數 好 所以我講到一個邏家很厲害 來 杜拜 他也不算是國家了 他算是阿國聯合公務的一個邦 Dubai 然後你看一下 要講這個單字 這個單字跟上司的一個單字很像 這個就是沙漠 讀作Dazel 下面那個其實就是甜點 你看一下杜拜 他有很多 你說好 老師就看到一個旅遊集目很厲害 他說像中東 因為很多沙漠 他們怎麼去取得水源 他們就叫B罐技術 就B罐技術 就是B罐技術 就是他們有很多 上面有很多綠洲 然後他們制服就很有心 就從這個綠洲當中 牽了一個水管 牽到哪裡 牽到死去當中 因為它要綠化 然後那個水管 它就會怎麼樣 到死去的時候 有植物的地方 它就會把它搓一個洞 一個洞 然後這個洞 因為它從全水過來 從綠洲過來 所以那個水就會遠遠不斷 然後那個小洞就這樣 一直一直會滴 所以你知道 中東很多都是叫滴罐技術 所以我們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就是中東 因為他們都是 很多都是沙漠 那沙漠脆脆就是水 那怎樣不要去浪費水源 就是從綠洲當中引致水源 用滴罐技術把那個水管擦成一個 搓成一個小洞一個小洞 然後去灌溉 然後我們講說 所以這個東西好厲害 我說的 我們阿拉伯聯合公國有六個幫 我記得是六個或七個幫 杜瓣應該大家來講 是覺得最有錢的 最有錢的 好 順便活著來 我們看下次講到說 另外一篇文章 可能跟生態有關係 就是這個東西 我們看詩詩詩題 What would be a good title for this passage 來我們本文當中 我們的題目應該是用來的最適合 我們看一下答案 第一個答案 An interest game on D-wha street 這個很適合對不對 D-wha street呢 有趣的一天 好 就第一個答案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看第一個答案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custom 他講到說 這個好像不太實際 他講說是傳統的 中國農曆年的風俗習慣 我沒有談到 我們完全沒有談到 我們傳統的過年 是做什麼風俗習慣 沒有 來有個三四話 Traditional 傳統的 好 所以第一個答案不可以選 因為他講 我們文章一直講到 迪花街買什麼東西 然後Kent跟他兩個外國朋友玩得很開心 但是他沒有完全談到我們的風俗習慣 沒有沒有 所以第二個不可以選 好 第三個答案是 Kent's good friends from Australia 我沒有談到說 Kent跟他兩位來自澳大利亞 沒有 但是我們文章不是來講這個 我們最主要是講迪花街有趣的一天 所以C也不可以選 好 我們看第四個答案 How to shop Wesley on D-wha street 怎麼在迪花街採買是最聰明的 也沒有講到 好 只是有賣東西 但是沒有跟你講怎麼去殺價 沒有 沒有 好 順便來看四十五題 我們剛才講過 我們看到四十六題 From this passage What can we know about Kent and his rents Lilip to D-wha street 我們看一下 從本文當中 迪花街 Kent跟他兩個澳洲朋友 他們去逛迪花街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答案是豬 我們先看正確答案 來豬 They were pleased with the experience 對不對 好 畫起來很高興 They pleased were happy 來 第二套 好 又講過我們這題的答案 在最後一句 有沒有 他強調 他們三個人雖然逛了很累 但是很happy 所以這邊可能你帶來逛 我們的happy 就等preest了 很高興 對 他們那一天的經驗是 代表是很高興 雖然疲倦 所以強調 所以才甚至強調 你聽到文章 看到文章 有but跟yet 後面絕對會有口語出現 所以這題是有沒有 yet happy 那個happy 畫起來 這個happy 就給我們答案的豬 pleased 高興 好 我們看一下其他三個答案 有一些單字要講 第一個答案 They shorten the tree because of the crowd and noise 因為題畫街群眾太多了 而且太吵雜了 所以他們就縮短形成 有沒有 沒有啊 繼續逛啊 一個單字畫起來 short 縮短 你看這個單字喔 很多我們的動詞怎麼來的 short是形容詞 我們加en就變成動詞 縮短 就是本來可能預計要玩三個小時 啊 結果發現平花街人太多了 聲音太吵雜 他們就cut 一個小時就結束 完全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客人一直在強調 他們騙跟他兩個澳洲朋友 繼續逛街 繼續逛街 所以short不對囉 不是縮短形成 沒有 繼續逛 好 B的答案 Label Japanese Day and New Year Decoration 好我們假如說呢 沒有錯 他們買了很多點心 跟新年的裝飾 過年用的裝飾品 但這不是主題 最主要是看到他們很開心 所以B的答案是沒有錯 但我們講過 我們答案當中 要找一個最適合的答案 所以B跟朱萊迪的話 朱比較適合 好 好第三個答案 They were the only foreign visitors there 他說呢 他們兩個澳洲朋友 是當天唯一的外國訪客 沒有 課本只有講 說是Can跟他兩個澳洲朋友 但他沒有談到說 我們的迪華街 都沒有其他外國朋友 來 所以外國觀光客怎麼講呢 畫起來 Boring visitors Boring就是外國 外國